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投马呀 走吧 咱们操机看看 好 宇哥哥 宇哥哥 我来了 你来干什么 你快回去 不 天这么黑 你让我怎么回去 你 女娇啊 会骑马吗 会 我会 多一个骑马的也好啊 跟着你宇哥哥 走 多谢高娥大人 走吧 轻点啊 若是来打仗 结果是放了半年马 再不回家 咱们的牛羊赶不到山里 人家都冻死了 又叛逃了 听说明早 田鱼放量 走 高娥大人 黑灯下火的 这么多马 哪匹是头马呀 快 这也太费劲了吧 再费劲也得找 好 宇哥哥 宇哥哥 这是头马 你怎么认识头马 我爹交给我认马 这就是头马 好 走吧 我骑头马 你骑别的马 怎么不是马呀 我不会骑马 你认识头马 你不会骑马 真麻烦 走 跟我上马 快上 走 说令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世宇在夜里偷了头马 领着群马回龙口的山里了 偷了多少匹马 时辰有八成被偷了 咱们的骑兵都变成步兵了 回城那么远 咱们 咱们可怎么回去了 就算步兴回去了 咱们那些牲畜 也已经冻死了 看来 只有攻下龙口 夺回马匹了 立即整兵出发 攻打龙口 走 绝筹 走 走 抬脚 走 快cription 感谢观看 好 好 总手里啊 那控公虽然没了马匹 但是他的族人各个善于射箭 而且都是来拼命的 咱们可不能大意啊 说得有道理 不过咱们居高临下 只守不攻 共公就是真的打过来 也未必能占得了什么便宜 嗯 对了 车中大人 看来你得下去了 把咱们抢来的战马 都转移到屠山市部落的山里 以防意外 就是共公真打到了龙口 也不能让他抢走战马 诺 后继大人 你也得下去 备好战车 继续往上面运石头 咱们的箭支不够 抵挡不了多少时候 只能搬石头砸了 虽然咱们的民俘练过一段时间 但没有真刀真枪的杠过 未必能打得过人家 诺 去吧 宗首领 宗首领 咱们的民俘 顶一阵子还行 就不知道能不能顶到晚上 顶不了 好 也得顶 来 女娇 快 帮我把锅盖打了 来了 来了 来 今天怎么没看见你爹啊 我爹和车中大人 转移马群去了 女娇 今天天亮的时候 我看见你宇哥哥 在马背上 把你夹着跑回来 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跟宇哥哥去偷马 就说我会骑马 可真到了马的跟墙 我连马背都上不去 那你到底会不会骑马呀 小时候 我爹趴在地上 给我当马骑过 你呀可真能给你 宇哥哥添麻烦 我告诉你啊 这贡公的战马 性子可劣着呢 就是把你放在马背上 你也不一定能 骑着跑回来 再说了 多危险呀 就是 是啊 我不会骑马 可是我会扔石头 女娇姑姑 我想去帮他们 不行 不许你瞎跑 你要是再瞎跑 我就不让你宇哥哥娶你了啊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还不行吗 我做饭 我做饭 对 就在这儿帮着我们做饭 兄弟们 好 顺帝派我们来龙口治水的 这段时间 烟毒口子 书郡何道 没日没夜地干 大家辛苦了 我代表顺帝 在这里 谢谢兄弟们了 可是眼下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治水 而是共攻来势凶猛的大军 我知道 你们都不是士兵 更没上过战场 也会害怕 如果你们在这个时候 选择离开 我宇绝对不会怪你们的 左手梁 我们不害怕 我们也不怕死 我们 听你的 听你的 我们不怕死 我们不怕死 好 兄弟们 我知道 你们不懂打仗 但你们会治水 而且你们个个都是治水的好手 今天 我们为了天下的统一 为了不再有人受战乱之恐 看来 我们要用上我们的看家本事了 就是用烟毒口子的法子 用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的鲜血 鲜血 鲜血 注急肞股 打胫 こちら 这是 releases 冰法 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年可好 多谢叔父惦记 多日不见 叔父身体也挺硬朗 真没想到 打来打去 咱爷俩打起来了 你看看 你的队伍挖土搬石头还行 哪里能够打仗啊 他们的确没有打过什么仗 他们个个都是不怕死的英雄 这样吧 你把马匹都还给我 我领的人都回去 我可真不愿和你打仗 公公叔父 你是我父亲的好朋友 说实话 我也不愿意在战场上和你交战 可是家事和天下事得分开说呀 叔父 侄儿在这儿给你行个礼 就算是进了晚辈的礼数 到底是愚冬礼数 家里一进 你以后 就不再是我叔父了 我是联盟的治水总首领 侄儿以后 也就不再叫你叔父了 既然 我不是你叔父 你也不是我侄儿 两军交战 刀剑可不长眼睛 万一你有个闪失 我侄公对不起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侄公 天下都统一了 如果你真心悔过 顺帝一定会宽恕你过去的罪恶 会让你安享晚年的 你为什么就不答应呢 废话少说 快回去悲战吧 侄公 侄公 凤枪 飞战 弓箭手 弓箭手 放箭 放箭 给我上 准备 准备 放箭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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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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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公公 drugs 把招放下 不要再抵抗了 我可以饶你不死 公公 投降吧 我可以跟孙弟说 饶你不死 混责 救命 快 你 你 你杀了我吧 让我去找你父亲去吧 你一天是我的叔父 就永远都是我的叔父 我是不会杀你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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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你领着你的人马回去 我们来年再战 那第二条路呢 永不再战 按照九州的划分 西北属于幽州 你的水族地盘 给你作为封地 按照九州一样 统一之礼 顺地 太阳神在上 我贡公接受归降 永不再战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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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直到礼兵父子修筑古代建筑棋关都江宴 依然采用这种古法烈时住宴 中国上古人民的智慧 在当时世界也是堪称领先的 羽儿 这个法子好 顺帝 其实这也不完全是我的法子 这里面有女娇的功劳 羽儿 龙口治水有了眉目 西北也安静了 正好顺帝过来了 我们做义母的 想替你和女娇把婚事办了 是啊 羽儿 你都已经到了婚娶的年纪了 还是赶紧把婚事给办了吧 二位义母 我看此事还是日后商议一下再说吧 这家事岂能比天下事 眼下这龙口分红的事更为重要 孩子 你父母不在了 既然你任我和女婴做你的义母 你和女娇的婚事啊 就让我们替你操办吧 那也好 有劳一夫一母费心了 我照办就是 高瑶大人 这上回我跟你提的那事 你不用说啊 我也知道 羽儿的婚事由我来操办对吧 是啊 当年顺帝跟你们的婚事啊 就是由我按照归锐的规矩来办的 这次啊 咱们来个入乡随俗 我去问问屠主 屠山市部落的规矩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顺帝 你说的 好 那就有劳高瑶大人了 对啊 顺帝啊 屠主跟我一说我才知道 他们部落这个规矩啊 还真是不少 我最近还听说 女娇 跟那些姑娘们去营地做饭 神徒御垒 还有那些治水的小伙子们 都被这些姑娘给迷住了 好 我看把他们的婚事 就一起给办了得了 说得也是啊 他们都不小了 也该成家了 就是嘛 对了 这屠山市部落 办婚事有什么规矩啊 屠主跟我说 他们部落的男男女女 都自己选一种人 这男方到女方家去 或者是女方到男方家去 都是由抢婚来决定 那这不跟我们龟瑞的抢婚 差不多嘛 就是嘛 对了 对了 高瑶大人 这羽儿的婚事啊 我想把贡公也请过来 你看如何呀 说弟啊 贡公跟贡关系神秘 你如此宽宏 那是贡公的造化 说弟 我去请贡公 好 那就这样吧 龙口的抢婚大礼 三天后举行 玉莱 你眼神不好 可别把我的姑娘给抢走了 你眼神才不好呢 你别把我的姑娘抢走就好 我就怕姑娘不想离家 这把我拉向马来可就麻烦了 做得倒也是 我的个天神哪 你那个姑娘身子不弱 你看看我那个姑娘 那神强力壮的 一上马呀 搞不好真把我给拉下去了 高瑶大人可说了 咱俩谁给拉下马来 他就当众给谁一对棍子 是啊 咱俩说什么也不能被他们拉下来 我就是把自己给绑在马上 也不能让他给拉下来 那要不 咱俩去找他们说说 让他们顺顺当当地被咱们抢走 省得咱俩挨揍我 行啊 走走走走 走走 咱们已经相和了 可你们叫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 进了新房才能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的规矩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我们俩呢 都是高瑶大人的左膀右臂 大人离不开我们 等到抢婚的时候 你让我俩轻轻松松地抢了 好吧 走吧 我是逃不了了 哎 我是逃不了了 你 slaughter了 公公 公公 高瑶大人 嘿嘿嘿 还反更好 高瑶大人 找我有何事啊 高瑶奉了顺利之命 邀请你参加三日之后 龙口的抢婚大典 请我 对 于加入抢婚 你这个做叔父的 是不是也应该参加呀 公公 三日之后 龙口抢婚大典上见 哼 老公主啊 我跟随你多年 直到今日 我才真正明白了 仁德的力量 要比刀剑更加强大 你竟 你想什么呢 爹 没想什么 我可跟你说啊 总首领是个脚野的人 你是愿意跟着他周游四方呢 还是愿意在家守着爹呢 我不知道 这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你得在家守着爹呀 我可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你走了 我怎么办 我可告诉你啊 你可不能让她抢上马背 你得把她拉下来 可她力气那么大 我怎么把她拉下来啊 笨 你就不会多找几个姐妹 抱在一起 我就不信她能把你们几个 都拉上马去 爹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能把总首领留下的话 我就把我屠山市部落首领的位置 让给她 人家是治水总首领 比你这个部落首领可大多了 我 我这份家当也不小啊 我就不信她不动心 要不 你私下跟她说说 她这会儿在顺帝那儿上一大事呢 我怎么跟她说呀 那我们也得想办法 必须把她留下来 要吗 你要的 Pluto 爆起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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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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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来 来 快看我们家那两个孩子 出到了最前面 这两个孩子真厉害 我们家父亲年轻时候 一个样 认定 广流大人当年也是这样 把你抢回去的呀 好 沈地亚呼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当初你在归瑞抢婚 如今雨在龙口抢婚 一转眼 几十年过去喽 是啊 看这抢婚的场面呀 就想起来我抢婚的时候 感觉是 刚刚发生的一样 就是吧 早知道 顺帝如此服之鱼 贵兄何必自寻绝路呢 贵兄在天之灵有之 也会对顺帝感激不尽的 走了这把年纪 明白了 也不晚 人帝用仁德之心感动了我 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余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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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拿我下来啊 下来 下来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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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这 这两个门徒 要是被姑娘们给拉下马 我们家夫君以后 可就没有左膀右臂了 你就放心吧 你看他俩撞的 肯定不会被人拉下马的 这回你往哪儿跑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上来 你上来啊 再不上来 我这段旺盖可就免不了了 不上去 你抢过人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吃不是你的 我抢大神就吃谁了 快上来吧 带上去了 已经太好了 我现在看你往哪儿跑 给我回去生儿子吧 来吧 你抢我 不是我 不是我 抓住你就是你了 不是我 这事儿成了 成了 鱼哥哥 奇怪 我怎么没看见鱼啊 是啊 这孩子都什么时候了 这抢婚抢到现在了 鱼儿怎么还没来呀 刚才抢婚之前 我看到鱼还在那儿 做那个水稀图呢 糟了 这鱼儿不会把抢婚的事 给忘了吧 不会吧 不 这还不来了 来了 来了 快去 鱼儿 就等你啊 quelle 嘿嘿嘿 他又终于来了 你看 嗯 宇哥哥 你们干什么呀 他们怎么绑在一起了呀 屠住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 放开我呀 这是什么规矩啊这是 这让鱼儿怎么抢啊 屠住大人 当初我问你的时候 你这招没告诉我呀 这 就是我们屠山市部落 抢亲的规矩 你们干什么呀 宋头领 有本事 你就把三个女孩都抢去吧 就是想把鱼儿拉下马了 怎么办呢 再抢 咱们 也怎么会 就给你 那真是 你 你 要吗 追 你 要吗 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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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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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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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来啊 我们大家喝酒了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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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打手很高兴的 羽儿 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来 我敬你们 多谢顺帝 谢谢顺帝 高腰大人 高腰大人 高腰大人我 敬你们一碗酒 多谢高腰大人 多谢高腰大人 这么好的酒 可不能便宜你小子 夫君哪 你少喝点吧 我知道了 你们喝着啊 说定 走走走 羽儿 多喝点啊 好 你叫 那咱们敬一下二位异母和伯母 好 二位异母伯母 我们敬你们一碗 好 你教 早点给我们生个孙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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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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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 叔弟 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啊 当初老公主 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你 然后把地位又传给你 可如今顺帝西下五女儿 任羽为义子 你不是想把地位传给他吧 当初啊 我娶了女婴跟鹅黄 老帝君考察我整整二十八年 你说 这羽儿 我要考察她多少年 要把这天下 完整地交给一个人 那可不是两天三天的事情 是啊 看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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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羽儿啊 是一个难得的好苗子 越是这样的人 就越应该严格考察 你忘了 当年老公主考察我的时候 那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 顺帝请 我还有个想法 你能不能像考察宇那人 来训练九州十二末的首领 虽说不像考察宇那么严格 但很有可能会找出一些好苗子来 你说的 说的这个办法好 我回去就办 这样的话联盟的首领都是精兵强将的 好 高尤大人 玉儿对我说 今年南方有大水 她要去南方了 好啊 这三苗出地 让她过去见识见识 也是好事啊 这样吧 明天啊 你跟我先回去 这地方我安排别人来 顺帝 那羽的家安排在哪儿啊 玉儿曾经说过 她要四海为家 哪里有大水 哪里就是她的家 好小子 我和大人 我要跟你大战三百回合 唐瑶对于顺考察了二十八年 于顺对于又考察了十七年 上古三王之间的王位善让 后代误认为是 处于恭天下的温良谦让 其实是经过几度生死的 苛刻考验 女娇 你对我真好 我问你 你为什么割断绳子 自己上了我的马 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做你的女人 傻丫头 可是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待在你身边 女娇 嫁给我你会很苦的 我一年四季都会在外面治水的 我不在乎 我会等到你把天下的水 都治好的那一天 女儿 这马车上的东西 是顺帝送给你们回去过冬的 顺帝知道咱们今年要守灾 想得可真周到啊 当年 滚 还兜 我贡公和有苗氏 在唐都被称为四兄 眼下 这四兄只剩下我和有苗氏两个人 为了解决四兄的麻烦 顺帝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仁德之心 尽到家了 我如果再兴风作浪 既亏得于祖宗 也亏得于老帝君和顺帝 我共共发誓 永不再战 知水首领历来都是继位之人 可唐瑶 治理的是华夏之水 渝顺 治理的是整条脊水 你与智理的可是天下之水啊 要想将来带上那顶平天罐 越来越难了 玉儿 有什么需要叔父帮忙的 尽管来告诉我 多谢叔父 出发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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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颂 啊 奉天额知水患 离生息 不依长万民派 平革 若 万民洞 残过不许 难过奏医 若 奉天颂 也向违藏 奉天颂 啊 奉天额知水患 离生息 不依长万民派 平革